我的命運裡面就是說 我可以得到什麼的 我就得到 我不能勉強 就是不是說 這個東西都不在你的路上面 你怎麼去拿呢 一直就告訴自己 不能執著 不能執著 不能搶求 就是這樣 該有的你就有 不該有的你就有 我想 如果回頭我會不會再 就是這樣子走我的路呢 我想我大概也是會的 性格的問題 還是一樣會在什麼時候去 比如說去加拿大就是回來 對啊 我本來是 想到那邊我就回來了 結果我就 做了電台也沒回來了 賺不到錢啊 但是好玩啊 有滿足感啊 你這麼多 可是你做了18年耶 你都不用賺錢 就是不用特別賺錢 那這麼多 這麼多人喜歡你 值得嘛 你錢都買不到 比較出名的你 都會寫到李小柏 你會很介意 哎呀我這個是擺脫不了的啦 對啊 所以我就說 你還是 擺脫不了 拜託拜託 那有什麼辦法啊 那就是這樣喔 你也沒辦法 我也不可以說 你不要問啊 你越是這樣 越描越黑對不對 對 蛤 可是你也並不 你也並不出來解釋過 你們自己 我不用 好朋友 有打以上 戀人未滿這樣 沒有戀人 比... 比秀妹低一點點 我現在我一跳 我也以為比秀妹在高一點 他有很多事情都有跟我講的 是 有時候拍戲的什麼事情 他會打電話跟我講 你是好朋友嗎 那他會說 我們沒有交往 那真是好朋友 嗯 不要再講 我跟妳講出來 所以被形容成這樣 你不生氣 你也不見 之前我說 煩了 因為有一天 是說當時李小柏過世 他的葬禮的時候 你有去嗎 你有去嗎 好朋友你去不去 當然當然 我說你有去 然後你去的好像是被形容成說 穿了黑衣服嗎 對 你去Vineral是穿 穿彩色的嗎 所以為他終身不嫁 你很 你這件事你很 你很 你覺得很厚 我一看我就說 搞什麼啊 我就說 誰寫的這個人 編故事 我就 就這樣了